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自从咱们开始讲京畿住房八起以后 就有好朋友跟我说呀 说这个节奏是不是太慢了 听起来呀并不吸引人 而且故事上呢也没有什么精彩的点 我反思了一下呢 确实是这样 可是他也没办法 因为这段书他赶上了 他不热闹 因为这段书所设计的呢 他也无非呀就是京畿附近搁住房点 他的位置和他的重要性 按说呀这段书 它是正式的脉络 咱们在其中呢就不应该插科打混 不过呀这说书吧 听众都说困了 那就是你说书人的责任了 得嘞 今儿我决定啊 咱们在讲京畿住房八起的同时 必须得插一段热闹的 闲言少叙啊 咱们是书归正传 要说呀 这在康熙年间 京畿附近的住房点已经完备了 他主要设房在北京的东西南 这些个基辅地区 他为的呢 就是看护着满清朝廷啊 圈来的旗帝 因为这些旗帝上 不单有这些普通旗人的田地 还有这些官老爷的旗庄 王爷的王庄 和皇上的皇庄 也就是说这京畿以南 一旦发生民变叛乱 那么受害者呀 那就是这帮八旗们 所以说这朝廷为了维护 其人这块奶酪啊 才在京畿以南 设了重兵把守 这些如众星捧月般的住房点 到了雍正年的时候 就有所改变了 雍正三年呀 这些住房点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被合并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呢它有两个 其一呢 就是原本在这些土地上 闹市起义的无地汉民啊 这会儿不是被驱逐到了外省 就是啊 强迫在旗庄上做了奴隶 这闹市的人没有了 自然呢 这些住房点的重要意义 也就打了折扣 再有一点呢 就是雍正皇帝所说的了 这些小城的住房点啊 都设有骑兵 可是呢 这些分散在各地的骑兵啊 又没有一名总管大臣 负责教养 负责督查 所以呢 就导致这些骑兵啊 在当地啊 是高人一等 十分的扰民 酗酒打架 赌钱声势的事情 时有发生 于是这雍正皇帝就决定 把他们合并 这样啊 方便管理 所以啊 这些住房点 就分成了两部分 它分啊 左翼和右翼 左翼呢 一共分四成 分别是保底彩域东安苍州 右翼呢 分五成 他们是保丁 雄县 固安良乡和霸州 住房点的合并 还算是清代 京畿八旗住房的小举措 那么还有没有大动静啊 当然有 那就是北京北边 包括长城各口在内的八旗住房防御了 那有好朋友就问了 你这不是前后不搭嘎了吗 因为啊 在刚开始讲京畿八旗住房的时候 你就说了 这个北边啊 是不用防守的 因为这北边呢 是满洲人的好哥们 蒙古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啊 是互为生就 所以说呢 关系密切 是一家子 不用设防吗 这话啊 他分怎么说嘞 您看啊 自这个元朝以后 散落在中国北部草原上的蒙古诸部啊 实际上各行其政 一盘散沙 从元末到清朝 这三四百年之间啊 并没有出现一个铁腕的 真正有实力的领导人 这里边也包括 号称成吉思汗 直系后裔的林丹汗 虽然这期间 没有出现一个豪横的 能够统一草原末北的大汗 但是他永远不缺乏那些好战的 有野心的嚼屎棍子 墨西的厄鲁特蒙古 其中啊 有一支部落叫准嘎尔 这些人啊 成立了一个韩国 叫准嘎尔韩国 就在康熙九年 1670年 有这么一位旺人 登上了准嘎尔韩国大汗的宝座 这人是谁啊 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嘎尔丹啊 不过呀 这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嘎尔丹这事啊 咱们一带而过 这嘎尔丹呢 他不光是个好战分子 他还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没过多久啊 他先后攻占了蒙古的和朔特部 征服了哈萨克 灭了叶尔江韩国 一下子就称雄了西域 攻占了伊利 成了准嘎尔韩国的大本营 并且几次都率兵 已经到了长城边上了 一催马就能进北京城啊 这大清国和准嘎尔韩国的战争啊 咱们以前没少讲 之后还会讲 今儿啊 咱不啰嗦 因为还是那句话 今天的主角啊 他不是嘎尔丹 草原上有了这么一只劲敌啊 所以啊 这康熙皇帝决定 一定要加强京师北侧的住房 在北京北侧的长城各口 原来啊 只驻守八旗兵四到八人 哎 这听着都是个笑话啊 现在呢 这兵啊 也是逐渐增加 这些长城各口啊 从最初的四到八人防御 一直增加到五十人 再后来啊 又增加到一百旗兵 也就是说 到了后来 这些长城上的各口 加上八旗兵 以及八旗兵的家属 总共啊 都得有一千多人了 这些啊 还是小地方 还不算上是啊 张家口啊 热和呀 成德 我想这会儿就有人该问了 这书已经到一半了 你既然说这 嘎尔丹不是今天的主角 那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今天咱们要说的呀 是另外一支 从背后捅了大清国刀子的 蒙古军队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 查哈尔叛乱 要是想聊明白了 查哈尔叛乱呀 咱们就得往前捣捣了 捣捣哪呢 捣捣这1632年 那一年呀 是天聪六年 也就是说呀 那会儿还不是大清国呢 还是后金呢 黄太极领兵啊 大败林丹汗 这林丹汗是谁呀 林丹汗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是至今是 那可是正经的黄金家族 林丹汗呢 实际上是一个 只能耍嘴炮的人 个人能力并不强 没有办法 招架黄太极的攻击 只能够啊 带着老婆孩子向西逃窜 没两年呀 在草原上得了天花 死了 那么这孤儿寡母的咋办呢 那只能是投降 于是这林丹汗的老婆 苏太太后 带领着刚刚继承汗位的 林丹汗的长子讹者 以及林丹汗的那些 树妃树子们 一同投降了黄太极 黄太极一看这帮孤儿寡母的呀 乐乐 他说呀 来来了吧 来了是模人亲戚 咱们照着日子过 于是这黄太极 他也没客气 气着咔嚓 把林丹汗这些媳妇们啊 给八旗贵族分了 自个儿啊 也挑了一个其中资策最好的 这就是林丹汗的大福晋纳墓中 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 黄太极后宫五妃当中 排名第三的林指公贵妃 也就是黄太极 把这纳墓中选为妃子 刚刚不久 他呀才生下的一名男婴 那么这名男婴是谁的种呢 那自然是林丹汗的 也就是说呀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林丹汗的 一父子 他的名字呀 叫阿伯奈 他要是在晚生两天呀 在名义上 他保不齐 就是黄太极的儿子了 阿伯奈呀 很重要 不过呀 咱们先得把他放放 先说呀 他那个曾经是大汗的哥哥 俄哲 这会儿的俄哲呀 正是一脑门子官司的时候 他以大汗的身份投降了后金 表面上啊 这黄太极对他非常不错 先封他了一个查哈尔亲王的爵位 黄太极又把自己的爱女 故伦温庆公主 嫁给了他 这一下子 俄哲呀 不但是亲王 还是这后金韩国的俄妇 可是他快乐吗 他不快乐呀 这俄哲呀 他自个儿绝合着呀 我投了墙之后呢 你呢 就把我放回到草原上去 咱们各国各的 我臣服你不就完了吗 我呢 还是草原上的大雄鹰 我呀 自由自在多好啊 黄太极心说呀 呸 我傻嘛我 好家伙子嘞 你这个博尔之金是 草原上唯一黄金家族的后裔 成吉思汗的嫡妻子孙 你这又有一天 振逼一呼 那草原上那些有野心 有想法的 还不都跟你一起反了天 想回草原的 你算是想瞎了心咯 于是就在圣经 就是现在的沈阳城啊 给这俄妇公主建了俄妇府 说是好吃好喝好戴成的在这 一样天年 实际上啊 把自个儿这姑爷子看起来了 不但这事不顺心啊 自个儿的妈 这苏太太后 也是走了一步 让自个儿丢脸的棋 林丹汗一死啊 苏太太后 执意的要率部投降后金 为什么呀 因为他自个儿本身啊 就是女真人 他全名啊 叫耶和那拉苏太 从大意上讲呢 是为了这个避免战争 以免生灵涂炭 再有了 要保护黄金家族 最后一只血脉 可是这里头啊 在谁看他也是有私心 首先他是个女真人 其次呢 他心里啊 是想嫁给黄太极 这哪说的准呢 保不齐过两年啊 就能成为这黄太极 天聪大汗的正附近 可是这黄太极的部下呀 只瞟了一眼 林丹汗的这些遗双 一眼就相中了 年轻漂亮的纳木中 他对年老色衰的苏太太后 压根就不感兴趣 不但如此啊 还把他嫁给了 自己的堂弟 齐尔哈朗 这一下子 让儿哲呀 在草原上 算是丢尽了脸 家气伤寒 再加上窝火呀 二十几岁 这儿哲就死了 死了以后啊 就被葬到的圣经附近 这黄太极呀 倒是想的挺开 一拍大腿 死死了吧 于是就把自己的闺女 也就是儿哲的媳妇 顾伦温庆公主 许配给了儿哲的弟弟 阿布奈 并且让阿布奈 习了他哥哥的王爵 统领掌管 查哈尔的一切事物 这阿布奈呢 因为自己身份的特殊啊 从小活得是更不痛快 这黄太极 又强加给了自己一个 比自己大大不多的媳妇 而且呀 他原来还是自己的嫂子 所以说他对清廷 是大为的不满 这自个儿媳妇 活着的时候啊 拢着点 说着点 这阿布奈呀 对大清朝廷还算尊敬 到了康熙二年 也就是1663年的时候 这公主一病不起 轰逝了 这位查哈尔王爷呀 就更加仇视大清了 平时朝廷组织的会盟 也不参加 该到给皇上朝贺的时候 也不去 更有甚者呀 顺治皇帝驾崩 这位大姐夫啊 也没露面 康熙二年 康熙皇帝还小 但是作为一朝之君 他哪受得了这个呀 再加上 康熙皇帝的身后 又有他的后村 孝庄文皇后 于是这祖孙二人 就定下了一条计谋 就在沈阳城 秘密逮捕了阿布奈 这才引出一段 大将军土海 率领十万奴才兵 平定查哈尔 之乱